Bosco 大老神父,那邊直直去,有個雪糕車。 等我 和他買一杯雪糕潤下喉嚨, 自他叫的那女人是Long Sim , 來老爺來過。 為何都是買兩號煮杯蓮花杯或者冰糕料? 好半主之雪糕,就算是雪糕三文字, 也都是三號住咸嚨嚨。 阿伯拉哈姆 弟弟,戰前在灣仔, 牽尼斯道,開工利汽車行代理汽車零件, 住在香港,半山區,麥當勞道,門牌十一號,一字紐, 果斗梁記柴,戰後在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大本在對面海,深水埗,陰州街,和青山道, 都開了雪糕汽水廠,叫做 芬蘭雪糕食品有限公司, 由他兒子,梁乃榮,做總經理,掌握飾。 請到在劍山,喝過鹹水的杜薯菜,做工程師, 用來老全支奶粉,來送新鮮芒果,做雪糕、雪糕, 又製造土炮可樂汽水,每支十二盎司賣兩號住咸嚨, 又代理來老雪櫃,好像,來福牌,亞士特牌,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梁家,陰家死去淺水灣,曬太陽幻水。 怎能知梁記柴,和孫仔,玩到亡髮型, 在海灘上腦衝血,躺下一個行賣鹹鴨蛋, 因文廷先生和他寫作患亂, 有子特家,有無憑依,折人其監,能不悲乎。 Bosco 大老神父,亞仔,梁乃榮, 在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尾,死去釜桑, 豪花兩百盤水西紙, 那三寧重工,買了城土東陽最新雪糕機,回來。 在對面海,觀塘,紅套道,門派三十三號, 開一間全香港最駕駛雪糕廠。 夏天,每日出乘三十四萬件, 冬天,到城二十萬件。 不過向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六日 禮拜一, 被屈臣屎收購接糕迷。 一直以為欠臨在一雙二十五時代, 感谢观看